谢谢大慈大悲观神音菩萨 谢谢卢台长 谢谢卢台长 这个一听就是牙齿没长齐的人说话 我想问一问我的小外孙女 09年输老鼠的 问一问她是什么颜色的 身上有什么灵性 看她是什么颜色的 白的 白老鼠 身上有灵性啊 一个是老妈妈年纪大的 瘦瘦的脸 头发前面有前刘海的 还有一个是小孩子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这是你的孩子啊 不是我闺女的孩子 你的闺女的孩子 对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小孩子这个脑子半边工作 还有半边不工作 智商有问题 对 小妹妹台长 去送多少斤 送多少张小房子 你赶快把她灵性超度掉吧 行 不超度掉的话 这小孩子 智商会受严重影响的 是 她现在的智力不如正常人啊 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傻傻的呀 所以就叫傻姑娘了 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但是台长马上能制止她的 因为我没太多时间 但是我马上可以制止她 稳定下来 干干净净 叫她老老实实的 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 我还想问一下我的身体怎么样 我是52年属龙的 52年属龙的是吧 对 嗯 你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主要就是人太胖了 因为台长现在看你这条龙啊 飞在上面飞不动都掉下来了 因为龙的肚子都逛下来了 你的肚囊很大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说龙这么胖 怎么生啊 怎么生得上去啊 明白吗 明白 好了 嗯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你现在主要注意自己的肾脏就可以了 好吧 好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还有自己要注意乳腺 要当心增生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就这两个问题 我腰不大得劲 腿也不大舒服 对了 我就跟你说 就是这个问题 明白吗 明白 你们看这小孩子不停地在动是吧 台长叫他不动好吧 小妹妹 听到啊 台长现在 这听台长话啊 台长叫你很乖 很老实 好不好 真的啊 现在叫你 停 停 手停下来 好 好 不动啊 不能动啊 台长给你加持啊 你会越来越聪明的啊 很好 很好 感谢卢台长 你叫他说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观世音菩萨 你刚刚看见菩萨吗 看见吗 刚刚台长叫你定下来的 看见了 我跟你们说五岁的小孩 我跟你们说五岁的小孩以下眼睛都看得见很多的菩萨的 所以小孩子冲你笑过去说哎呀就很有喜事来了 如果小孩子冲你叫看见你就哭你这个人一定会倒霉 过去在皇宫时代就是在皇帝的时代很多人就是专门让皇上说要做一件事情可以不可以 然后呢就抱一个小孩子过来 这个小孩子呢还不会说话 然后皇上就逗他玩 这个人看见皇上哈哈笑了 皇上这个事情马上去办 如果一看这小孩子哭了 皇上此事不宜 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卢台长嘛 好了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我去看看我家的佛台 看看你们家里的佛台 你几几年数什么 五二年数龙的 五二年数龙的是吧 嗯 佛台不错 杯子大了一点 供菩萨的杯子啊 大了一点 好 小一点 行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有菩萨来 哦 谢谢 观世音菩萨 你供的是观世音菩萨 嗯 你边上还有一尊什么菩萨 我们家还有那个 宝家仙啊 哎 宝家仙 看见吗 看见吗 啊 当场看给你们看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相信 好不好 好了 下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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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